维护台东的美好山林县政府肩负着严格把关责任 任何山坡地的开发行为都必须向县政府申请报备 尤其是需要机械开发的案件更是必须经过了县政府的核定许可 而过去两年县府农业处也开出了250张罚单 罚款超过了1800万就是要禁止违规的山坡地开发行为 维护台东的美好山林县政府背负着严格的把关责任 任何山坡地开发行为都必须向县政府申请报备 尤其是需要机械开发的案件更必须经过县政府的核定许可 台东是94%是山坡地 所以只要用到机械就必须要申请 当然申请有两种 一个就是比较大面积的开发 就是一般的水土保持 另外一个面积稍微小一点可以用检疫水保 它检疫水保的基本条件就是它做农用 然后是本身大概它实际的使用大概是两公顷以下 当然它本身要农木用地 若不是农木用地的话不能申请 我想这个做说明 若是宜林地那些还是仍然植栽种树 除了农木用地 当然跟它的坡度也有关系 一般比较平坦的地方 我们大概会同时同意可能到两公顷 假如坡度稍微大的 可能到0.5公顷或者甚至更小 当然脚稍微多一点 我们会建议它尽量不要开坑 找个稍微平坦的地方 坡度脚楼超过26度以上的 我们尽量请它尽量不要做开花 或者是用人工 我想这个做说明 过去两年 县府农业处也开出了250张的罚单 罚款超过1800万 就是要禁止违规的山坡地开发行为 以保护台东的山林土地 前年开花了135件 去年开花了115件 单单去年前年就250件 那罚者从6万到30万 所以请大家能够 一定要按照规定来做申请 只要用到快手 用到机械就要申请 而我们审查时间会尽量缩短 在两个礼拜 甚至更短的时间来同意大家 请大家能够按照申请的标准 来做检疫水保 当然你经过申请 经过检疫水保的方式 做处理的话 大概土石流失的机会就少 县府农业处强调 台东除了观光产业 也有其他农业经济作物产值 因此在三坡地的开发及利用上 县政府会依照相关规定 来受理民众的开发申请 不过对于违规开发也绝不宽容 一定会以严谨的审查规范 来保护台东的山林 借理会台东市报道